好,在这当然我们要讨论的是 ECL函数应用里面的高效的分段统计 什么意思?我们看结果工作表 如果说在A栏我有分数 从A2到A31有各个分数 然后我要统计它的分段 什么意思?不及格的 不及格的有几个人 然后60到69分的有几个人 70到79的有没有 有几个人?80到89的 90到100的有几个人 几个人 那这时候特别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这个59到60中间会差干嘛? 会有差距 所以你要加上干嘛? 我们刚才讲统计这个一定要加上什么? 0.99 补那个缺口 不然有时候会有点状况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公司要怎么做呢? 我们打范例这个工作表来讲 第一个分段以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等号 index index里面呢 我们要讲它的范围 范围 所以我要在干嘛 抓它的那个值 F-R-E-Q-U-E-N-C-Y 然后这里面最重要一点是这里 看这个参数 第一个是Data A旅 Data A旅这里面呢 就是什么? A2到什么? A2到A31 那这里面记得哈 这个范围要干嘛 按F4把它锁起来 这两个都要锁起来 然后重点来咯 重点来了 它要 第二个是要计算的什么? 分组的数值 就是分组点跟临界点 那分组数值 就是在我们刚刚有几个分组点 1 2 3 4 5个 所以你要干嘛 用中括号去打 打第一个分组点是59分 所以我们就59 第二个分组点是69分 我们就打69 第三个79分 第四个89分 最后一个不用打 因为其他 最后最后一个不用打 五个我只要打四个 四个为什么最后一个不用打 因为除了这四个以外的 另外那一个有没有 就是额外的 它会算进来 所以我们就要加0 0.99 因为要把它凑到干嘛 接近值 0.99 0.99 然后 又刮好 特别重要 这是R1 Q1 C1 有没有 我的分组点 这样子 然后再来 逗点 注意到 现在你要第几个分组点 现在你要第一个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 用一个函数叫 LOW 刮乎A1 B1 也可以 只要它是在E就行了 第一列就行了 A1 那往下望一下 就是第二个分段 第三个分段 第四个分段 第五个分段 它会自动 然后又刮好 Enter 它会跟你讲干嘛 在第一个分段 有19个人 就是59.99 下面有19个人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干嘛 往下拉 注意到咯 第二个分段 A2 第二个分段 有几个人 一个人 60到69分的 只有一个人 我们看一下 就没有 62分 再下来 都没有 有没有 都没有60几分的 70到79 89只有一个70分的 80到89有两个 82跟88 有没有 所以这样子来看 那这是干嘛 这就是用公式 用Index加上 FREQENCY 两个来做的 两个来做的 那这个公式 其实可以有一个衍生 我把它Copy下来 到了依然 注意到因为你是这个 又是一个区段的来弄了 所以我注意到 这有三个区段 你说我只要两个 第一个是59 没有动 但是第二个 它是79 所以我把69干嘛 这个区段删掉 后面的89区段 我也把它删掉 那只留下59跟79 对它5979 就可以了 Enter 那一样 第一个区段 不及格19个人 但是60到79 两个人 80到109个人 就算出来了 这原因出在于 你的分段是一个区间 它没办法直接打数值 所以它叫自己干嘛 我自己给它一个阵列 就配合这个区段给它的 那如果说你先打的是数值的 就是区段已经干嘛 分解开来了 不是像它这样子打的 是一个区间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等号 FREQUENC1 左括号 注意到 第一个 资料还是什么 A2冒号 A31 那这个一定要记得 习惯性的问题干嘛 要把它按F4锁起来 逗点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现在这个资料 有没有 是干嘛 区段是在这边 F2到F6 所以玩F4 一样把它锁起来 右括号 它会跟你讲 这个区段多少 19个 一个 一个 两个 七个 这边会有一个零 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 你现在这个区段 不好意思 我把用格式做一下 给你看比较清楚 这个零是干嘛 超过100分的有几个 没有 没有半个 成绩最高就是100分 所以没有半个 那用这种方式 注意到 这是2021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它会自动 帮你多加了 一个区块 区段 那如果 我不要这个区段 怎么办 不要这个区段 请你注意到 我讲的 我讲的 重点在这 我先把这个公式 copy下来 我把这里面的资料 我先清掉 不好意思 我把它清除 清掉 全部把它清除掉 如果说 你要范围固定住 你就要干嘛 把它框起来以后 把你要的范围框起来 把那公式打进去 打完以后 来注意到 这是一个阵列公式 所以你要按 Ctrl Shoot 加Enter键 然后这时候 这个区块 干嘛 就不会跑下来了 就是只有 跟我左边 这个区段 一样一样的 蓝数就好了 列数 所以这一点 要特别注意到的 它的那个做法 你不能够 只打一格 2021太聪明了 365也太聪明了 你只打一格 按公式 它不会出现 这个大括号的话 它会自己 把你多加一格 额外的 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值的 有几个 所以 你最好干嘛 把范围框起来 然后打公式 然后按 Ctrl Shoot 加Enter键 这样子的输入方式 那就不会超过 不会多一个 什么额外的